你这一大早的干吗去了 我已经全能清楚了 立新集团的危机 就是你搞出来的 根本不是像你所说 只递了一张名片 才哥之所以上门找你算账 也根本用不着 简红成去挑拨 简红成就是个骗子 他拿什么证明啊 简红成证明不了 蔡凌霄总可以证明吧 这蔡凌霄又是谁啊 蔡凌霄是她安插在张立新身边的卧底 她回凌水工作 就是想好了要回来复仇 您说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你居然能够做出这么大一个圈套 你就没有想过 一旦挑起矛盾会有多危险吗 药药 你把话说清楚 什么复仇啊 弟弟 难道是得罪了财哥吗 何止 他做了一个局 坑了两家 财哥找不到张立新 所以才上门找他要钱 立新集团基本也垮了 九千万的债 一个空壳公司拿什么去还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在从中捣鬼 九千万 九千万 钱的事情 景洪诚已经解决了 他挪了自己公司的九千万 给了财哥 凭了这笔债 但他的公司上市计划 只能被迫暂停 实际损失 可能会是几个亿 可是财哥那边气还没消呢 他被你当傻子耍 面子丢大了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怎么办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你跟我去找简红成 当面向他道歉 张立新的去向 我已经从蔡凌霄那儿问出来了 你去把这个消息当面告诉他 算是弥补过时 让他带我们去向财哥求情 不可能 财哥是什么人你比我清楚 你不去落在他手里 是什么下场你不知道吗 我什么下场都不要你管 要我给简红成道歉 除非我死了 你不想想那九千万的债 谁替你填平的 这件事就是你做错了 你必须去道歉 跟谁道歉啊 跟简家吗 简家孩子在爸的时候 他们道歉了吗 简家砸我们家的时候 他们道歉了吗 简家赶我们左的时候 他们弥补了吗 九千万又不是我拿的 是他姐夫张立新狼心狗肺 简家但凡有一个好人 我设一百个套他们 也不会上当 你怎么到了现在 还在想这些 妈给咱们改的名字 都白改了吗 妈说了让我们要宽有宽恕 你别跟我说名字 我讨厌这个名字 我叫崔启明 我是崔浩的儿子 是啊 你是可以放下 放下你所谓的仇恨 你读了中典大学 你有份好工作 你结婚生子 你活得像个人样 我呢 我差点被简明明打死 还落下癫痫的病根 我到所有的地方去求职 公司都不要我 好不容易找一个女朋友 女朋友听到我有这毛病 躲得远远的 我根本结不了婚 我组不了家庭 我什么都没有 我凭什么宽恕 好了 都说两句吧 悠悠 你弟弟一激动就要犯病的 你别再逼他了 妈 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他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任的 我一个人待 我不会连累你跟我妈 我也不会影响你 跟简红成交往 你混蛋你 你 够了 悠悠 你爹爹是干了蠢事 可你为什么一定要逼着他 去跟简红成道歉呢 你怎么胳膊中往外拐呢 妈 给简红成道歉不是他提的 他都没说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去认错呢 两家人的仇恨 不能再这样继续了吗 真的 加下去对谁都不好 不能再这样了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爸爸当初这么死 你忘了吗 我知道 你和简红成交往外拆散了你吗 你不甘心 我没有 妈 妈不求你寄这个仇 但是如果你现在要和简家穿一条裤子的话 那你就给我滚出去